初学已至 冬季来临 你的身旁 可有相互依偎取暖的爱人 生命里有琐碎的日常 也有暖心的时刻 但想到爱的人 冬天好像真的没那么冷了 2021年第23期 读者杂志即将上市 愿书中话语化为零星灯火 点缀你的漫漫冬日 朱自清的爱情全文刊载于读者杂志 2021年第23期文 韦小慈在婚姻的磨合期内 朱自清和太太陈主尹 都发现了对方与自己的不合拍之处 但幸运的是 他们两个人都愿意为对方 做出牺牲和改变 有一次 朱隐无意中说起 下个星期四要去朋友家玩 并住在那里 朱自清听了颇有些失望 朱隐决出丈夫的不快 便马上改变主意说 如果早上去的早一点 晚上就能赶回来 不再朋友家住了 对此 朱自清看在眼里 感激在心 他在日记中写道 肾区全于译 毕竟可感 于性便急 有时意太过也 朱自清也在工作之余 戳出一些时间 陪朱隐散步 聊天 看戏 两个人似乎又回到了热恋的时候 感情更好了 他们将长子和长女从老家接来 安排他们到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 一家人生活的有滋有味 其乐融融 可惜 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五年 朱自清一家便陷入长达12年的 慌乱和贫苦之中 卢沟桥的枪炮声 打乱了北平的安宁 当时的国民政府疾命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下 组成临时的联合大学 这便是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 朱自清为世去是留而犹豫 毕竟将全家的生存重担都交给妻子扛 他是不忍心的 况且兵荒马乱 让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惶惶度日 也让他无法放心 主隐坚定地对他说 佩贤 你的命运早已和清华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你绝不能在学校境况危险的时候 苟且偷安 你留在北平 生活在日本人的坚实之下 这是怯懦 是屈辱 你一定不能这样做 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和孩子们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尽全力照料好 咱们这个家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家人还会团聚的 仿佛在一夜之间 主隐便收起往日的小脾气和偶尔的娇气 在国家危难之际 妻子如此深名大义 朱自清感动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他只是紧握妻子的手 说了一声保重 想和你说说话 全文刊载于读者杂志 2021年第23期文 《虎珀图》 连培伟刘振云的小说 一句顶一万句中 牛爱香对弟弟牛爱国说 跟你说实话 姐现在结婚 不是为了结婚 而是想找一个人说说话 姐都42了 整天一个人 憋死我了 牛爱国和老婆刚结婚时心意相通 非常聊得来 渐渐话不投机 终于无话可说 二人的婚姻也走到箭头 老婆跟别人跑了 他跟对方倒是有说不完的话 编句廖一枚在柔软中写下这样的台词 每个人都很孤独 在我们的一生中 遇到爱 遇到性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即便是不善言辞的人 都有着不容忽视的表达欲 情感需要出口 倾诉对象难求 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 固然值得期许 但能妥贴地接住对方抛来的梗 做个合适的聊伴也不容易 不要怕 不要慌全文刊载于读者杂志 2021年第23期文 陈海嫌我的外婆是一个农村老太太 一生清苦 他生病以后 虽然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却对死亡有着一种特别的豁达 有时候半夜病痛发作 明明很疼 他却说我不怕 反正就算死了 我也是死在自己家床上的 在去世的那天晚上 有很长时间他都处在昏睡中 可是午夜的时候 他忽然醒了 跟陪在身边的子女说 不要怕 人都是要死的 慢慢来 不要慌 交代完这些话 他就去世了 哪怕在去世之前 他还在想着安慰子女 家就是他最大的人生意义 远离否定是赞美 全文刊载于读者杂志 2021年第23期文 高益然图 王源大多数人认为 如果他们遭受了语言暴力 他们会知道 毕竟语言暴力通常包括指责 辱骂 威胁和吼叫 但事实上 语言暴力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语言暴力的形式 远不止看得见的辱骂和贬低 还包括看不见的否定 否定你的思想和感受你太敏感了吧 重复负面评价同 世门都不喜欢你 沉默对自我拒绝和你对话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的玩笑 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凸显了你的大屁股 错误指控你穿这件衣服 就是为了提高回 投虑否定或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是在夸你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害者可能会开始同意施暴者的观点 并进行内向批评 这些日常言语中的碎玻璃查尔 开始逐渐瓦解受害者的自我意识 令受害者质疑自己的价值 在真实的看待自己 人有三种快乐 全文刊载于读者杂志 2021年第23期文 徐子东·康德说 人有三种快乐 第一种快乐 是因为它给你直接的好处 这是物质上 生理上的快乐 第二种快乐 是你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感到快乐 这是道德上的快乐 第三种快乐 是它既没有给你好处 也不涉及道德 比如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 感到舒服 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灵上的快乐 只有第三种快乐 才叫美 才叫艺术 更多精彩 详见读者杂志 2021年第23期